都几点了 怎么还不回来呢 你装睡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知不知道我等你多久了 我想吃橘子 赵永芳怎么 虐待你啊 没让你吃饱 你等我去找他算帐 你还说呢 肯定是你把感冒传染给我了 我吃到一半肠味就不舒服 感觉有点恶心 我感冒前来你就好了 等等 你刚刚说你恶心 不 不会吧 有可能 家里有演员帮我 之前好像买过几个 我去看了 你怎么会是男人吗 我需要他 我还没太过 我还没那么高 我就能拿那一些 和谁 我还没那么高 不知道 我还没那么高 那个 怎么样 两条杠是什么意思 怀孕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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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你之前说 你想过一段时间二人世界的 话是这么说 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 每一个小宝宝都是小天使 是他挑中我们当他的父母的 那他想什么时候来 咱们只能改变行程 配合他了 你 你紧张吗 有一点 我也有一点 我爸从小就跟我说 任何事情一定要有规划 否则 一切不在掌握之中 就是无能的表现 所以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 精确才能给我安全感 而你是个意外的人 我是这台叫做严谨制的电脑中 唯一的伤害 现在还有一个小伤害呢 你说我紧不紧张 而且我不想像我父亲那样教育他 可是我现在 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吗 没经验也是正常的 我们可以跟着他一起成长 我相信 你一定会是个好爸爸的 我一定是个好爸爸